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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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香港的年輕人 不應該小看自己 因為他們的可造性 或者他們可以做到的事 是可以很多和很遠的 希望鼓勵更多的年輕人 去投入義工服務 或者真的做一些 他們覺得有意義的事 而不再經常都只是在Facebook 或者在網上分享和Like 而是真的走出來做一些實際行動 大家都可以分享到 香港這一個地方 所帶給大家的一種快樂 原來世界上有很多事情 你想做一件事 其實不只是說你有多少計劃 而是說你有沒有那個熱情 我希望可以透過自己 作為一個傳媒一份子 亦都特別是一個主持人的 社會影響力論 是真的可以將服務香港的信息 是帶到地面 讓有需要的人真的感受到 而同一時間可以透過大氣 令到聽到的人都可以觸動到 這一個就是我的目標 我會覺得香港是我的家 我會覺得香港人就是我的家人 只要我有能力做到的 我都願意做 社會投放了很多資源 才可以培育到一個醫生 所以我覺得回饋社會 是我們應該做的 而我自己亦都覺得 能力越大 責任亦都越大 我希望用我自己的影響力 可以令到 小小的影響力 希望可以令到我們的社會 更加美好 很多人會說 青年人是社會未來的動力 但其實我見到身邊很多的青年人 已經現在就是社會的動力 我曾經因為想去服務社會 其實我離開了我的全職工作 我將我畢生的積蓄 100萬拿出來 去搞一些不同的機構 希望可以去栽培更加多的青年人 去投入服務社會 所以我就很想 很想將我所有的心血 投放在年輕人身上 因為我們是缺乏被讚賞 而香港的年輕人 的確有這樣的能力 我是親身見證過 我自己很幸運 但同時我亦都相信 其他青年人都可以做這種事 我生活在香港這個社會 我自己有一個大的使命感 希望可以服務到 這裡有需要的人 其實回想起很小的時候 我在內地 大概中學時間來香港之後 對於廣東話是完全聽不明白的一個人 在做兒童的過程中 他們會不會笑我 我希望每一個的新年人 甚至每一個的香港人 在他們的生命之中 都會成為一個見證 我也希望我繼續可以 用我的力量 找更多志同道合的人 一起去服務香港 去服務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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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服務香港